所以大家看起來真的 我是不能講這句話 因為我公公已經在天上了 瓜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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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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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也是 你有沒有知道嗎 知道啦 從從有跟我說說 我有 我就是用配合度很高 走演藝圈的啦 這我也知道 秀琴啊 我知道啦 那陣子 他們老公多好 叫火酒丹的嘛 對 什麼 陳志妍剛才在亂來的時候 那一年剛才去日本比賽 這個有叫去日本嘉義 你聽到嗎 要去日本 這是 跟人說 沒關係 有什麼話你不敢說 沒關係 你說出來 沒什麼事啦 發生什麼事 沒有啦 去日本啦 你講棒球一定就要大家 拿來得好 拿來得好 真心得好 他體力很好的 拿來得到日本 對不對 什麼 這個可能有在 沒有 叫火酒丹 有嗎 我是不知道啦 結果閩南大 那個火酒丹 拿四個六K 豬大哥 我要更正一下 是11K 幹嘛 不是4K 不是4K 對啊 那是人家尾牙不錯 對 跟他無關 人家尾牙說在哪裡打下去 在哪裡打下去 對 從哪裡跑下去 從哪裡上來 對 結果 這個一句話 為什麼這句話你不相信 大家也說我在哪裡打下去 在哪裡打起來 我輾到 才會輾到 要等著再輾也是打不起來 那不是沒辦法 因為那是不好的事情 當然你也打不起來 對啊 報告是不好的 兩個都生了 拿起來很漂亮耶 很漂亮 佩甄在... 台灣的好媳婦 對啊 佩甄 是豬大哥真的抹黑 抹黑 我是抹中譜 沒有抹黑 這個很失禍啊 對,我真的生完兩個了耶 而且我十三個月生兩個 十三個月生兩個 對,都沒效忍 沒效忍 這樣就是他們人家沒有偏 對,沒有偏 對啊 怎麼叫台灣好媳婦 我也是我們原住民的天后王 現在光說不戀啊 對啊 你們怎麼證明你是台灣好媳婦 你是原住民好媳婦 對啊 不然其實我們因為做得好媳婦了 只要看到長輩就很像自己的媽媽 大家的大肌、大肝 最好友好就對了 對 不然之後長輩是我們的專輯 現在現場有一個 主導看起來真的 我是不能講這句話 因為我公公已經在天上了 所以你們有機會可以優好 現成一個 讓你們好好表現 好,你把他當成是大肝 看你們怎麼優好 好 好,來 好,來 好嗎 好,我們家事要傳一下 好 對啊,好 爸,請坐啦 都說請坐 我算大肝 對啊,大肝 好 我叫大肝也是都叫爸爸 好 對,爸爸 我們都叫親愛的爸爸 好 親愛的爸爸 是公公沒在,爸爸在照顧這樣 對啊,因為我老公常年不在家 爸爸就是當作自己親愛的在照顧啊 是 爸爸請喝茶 好 爸爸請喝茶 這個媳婦罵很久 爸爸請喝茶 對啊 我叫大肝 不好意思看 對啊 這個媳婦會不會穿太少了啦 會嗎,爸爸 我在看都更少 在看更少 過了怎麼辦 還有按摩 對啊 接下來呢 這樣而已 這樣而已,你不是做好媳婦啊 我讓你們看看什麼叫做台灣的好媳婦 爸 來啦 我問你 這支 我優吼 不是,我又很合公公義 對啦,這個就很不錯啦 你...你不是說你沒伴嗎 沒有,我真的沒伴 我聽到白雞現在須跳過的 你問答 對啊 不要再說那個啦 現在說人家就說公義 對啦,說他們兩個啦 真的都很優吼 對紅色也很好 對紅色也很好 好啦,你說 爸爸坐那邊 對,來 你就要這樣主持嗎 不然要說... 整集這樣很輕鬆耶 這樣也有聲音啦 我打雞 沒打肝 沒打肝 他們兩個 我知道他們兩個不錯 不過我不知道他們兩個感情好 可以當這個來上我們的節目 可是你們好到變知己 對啊 而且都互傳簡訊 因為畢竟我們要持家 要回去前面照顧小孩 還傳簡訊有什麼關係 就是一直傳簡訊 然後就是一直... 有一次害他差點離婚 你如果傳簡訊傳比較險離婚 對啊 你會傳說 昨天給你介紹那一個好不好 不是啦 是因為我傳簡訊給他說 你不要難過 不管你家裡發生什麼事情 我都挺你 我給你靠 這樣很好啊 為什麼害他要離婚 可是當下我會覺得說 這個簡訊 怎麼會這麼快就傳來 因為我才剛 五分鐘前跟我老公才剛吵架 算他剛完結婚了 差不多婚禁 他媽媽上傳簡訊給他說 不要痛苦 我聽你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老公 這個會聽 這個會有久 我老公怎麼可以這樣子 把一些家務事都跟媽姐講 就跟朋友講 家醜外揚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很生氣 就跟他那個問 我就說 你幹嘛跟佩甄講 他就說 我沒有 我說那他怎麼會傳這個簡訊 這樣子 然後我就一度很生氣 我就覺得 幹嘛要這樣子 就跟志緣吵到快離婚了 但是他又說 誤會我根本沒有傳這些簡訊 結果是我要傳給Vicky的 他就是一直傳到我這邊 你知道嗎 沒關係 我後來有請他們吃飯了 有回過了 陳志緣跟妳離婚不可能 有什麼不可能 一種形的 一種形的 我沒有 好笑但最介意的這種 你了解他 不可以走四季樓梯 對不對 他還說的 對 我告訴你 他們女子有夠成陳志緣 沒有 在賣頭身 女子成陳志緣 這是真的嗎 就是少一個鬍子 對啊 你現在有個鬍子 這姓 對啊 陳志緣是比較黑 她比較白 對啊 人家說胎腳也很重要 對啊 我到時候懷孕 我很認真的當一個孕婦 這姓也一樣 對 像陳志緣 對啊 胎腳 這個配這個 這個我 她女兒 我女兒 這怎麼那麼像一個人 我講真的 他不像你 他不像我 剛生出來的時候 很多網友都說 他怎麼長得不像我 然後都一直說 他長得很像沈玉琳 那很糟 對啊 我剛開始也沒覺得怎樣 她眼睛有一大一小 就說沈玉琳 要不然就說白雲 嚇死了 很厲害 好醜 這個姊姊真的厲害 我當生出來的男人就看不見了 好醜 那不是我生 不然 看民視諸葛會社 諸葛會社 你們現在收看的是 民視諸葛會社